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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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在籃球這個比賽 你用主課場的話對學校是一大的獲利 第一個 學校需要曝光 那他也需要招生 那再加上地緣的關係 我們可以邀請鄰近的國中小 幫一些地方社會人士 可以來遣余的資源或是贊助 包含欣賞比賽 所以我覺得主課長制 對籃球提倡的運動會比較大的一個幫助 那相對的對於主辦單位 會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經費上的阻礙 所以我覺得在主課長制我蠻贊同的 因為籃球是一個團隊的比賽 如果籃球在於主課長的話 會有一種凝聚力 自己的地盤 自己的學校 自己的學生 我們一定要加油 然後會去抵抗外隊來這邊踢管 那相對的當我們去到別人的組場的時候 我們會帶著一種我們要挑戰 挑戰地主隊的一個精神 所以我覺得我蠻贊同主課長制的 我覺得籃球不能打一輩子 那打籃球是一種靠身體 靠勞力去賺錢去完成夢想的一個職業 那我們年齡會老 所以籃球不能一輩子 你不可能打到40歲 那當你如果30歲 甚至再更早 如果結束之後要幹嘛 雖然讀書跟籃球沒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它有一個潛在的關係就是 你有一定的學識 一定的知識 因為從課本上 包含從老師的一些經驗的傳承裡面 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包含就業能力 包含一些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所以你說讀書重不重要 我覺得它可以輔助籃球 比如說現在HBO打8強 近8強它有保送真式 那相對的 它為什麼用這個因素來 因為它鼓勵 當你會打籃球的人 學科能力很強的 你可以保送到一些好的大學 這個象徵什麼 當你籃球不能再打的時候 你可以用籃球當跳板 你的學科你的姿勢 可以上好的大學以外 大學畢業你不見得要參加HBO 你不見得要打籃球 但是你可以把你所學的 可以發揮在你的職場上 比如說現在很多像一些企業團體 像Costco還有台塑 這些企業贊助企業團體 他們都很鼓勵員工 像辦籃球賽 那相對的 我不能用籃球當職業 但是我可以我的職業裡面 沒有脫離 脫離不了籃球 我可以用我籃球的一些影響力 去帶動整個企業公司的一個號召力 我覺得這也是讀書跟籃球之間有 一定的潛在的關係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